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亚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 厄宇晚速区的速访扩大化 1931年5月上旬 中共中央派遣张国焘 以中央全程代表 厄宇晚中央分局书记 和军委主席的三重身份 来到了厄宇晚根据地的光山县 会合了先与他一个多月 到达晚期的另外两名中央代表 沈泽民和陈章浩 这个时候 中共中央处于王明路线的统治时期 那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 打着反对第三路线的旗帜的王明 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权力支持 一下子跃进了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 实际上开始独揽 中共中央的领导大权 四中全会之后 王明中央有系统有组织的 向全国各苏埃区域 派去了一些中央代表 掌握了苏区的党政大权 全面贯彻左倾的进攻物线 张国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 来到了额玉碗苏区 5月12日 张国焘主持召开会议 宣布撤销中共额玉碗特委 成立了中共中央额玉碗分局 分局委员共有11人 张国焘任书记 三年之后又成立了额玉碗 革命军事委员会 张国焘兼任主席 原来中共额玉碗特委书记 曾中生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并且任军委副主席 还设定了共情团额玉碗分局 陈昌浩为书记 中共额玉碗分局的建立 就标志着王明左倾中央 开始控制额玉碗速区 张国焘等人 作为四中全会之后 中央派遣的全权代表 开始要推行 左倾冒险主义的一整套路线 首先是在政治上 接受六届四中全会 所确定的路线 批判过去的第三路线 然后要按照四中全会的 组织路线 对根据地的党 红军和苏外进行改造 主张红军应该采取 不停顿的 坚决进攻的军事策略 提出动员最大的力量 去向敌人进攻 来巩固自己的力量 准备过渡到 全国苏区与红军 一致的大与进攻 红军的军事行动 是不能够离开 政治路线的指导 由于张国焘等人 推行王明中央的进攻误线 所以很快 他们就与具体指挥 红四军行动的 这些军事主观们 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已经取得了 第二次反围较胜利的 厄远红军 在检列时 集中大量兵力 对中央苏区 进行第三次围剿 暂时对厄远根据地 顾及不善的 有利形势下 决定应该集中主力 南下 齐 黄 广地区 恢复以前的割据区域 解决部队的经费 和粮食物资 同时威逼长江 牵制敌人 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 那么这种 一箭双雕的军事行动 可以起到 唯卫救赵的效应 当时曾中生 红四军军长 邝继勋 红十一师市长 周维炯 红十二师市长 许继慎 十三师市长 徐向前 这些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实战经验的 军事主观们 都认为 南下 才是正确的 作战方向 但是张国焘等人 认为这种战略 是例三路线的残余 所以强领红四军 要开赴 商城地区 意在威胁 武汉之敌 红四军 在执行 这个任务的时候 发现大军云集 仅数十里的山区 没有用武之地 粮食供应 又极为困难 所以曾中生等人 建议以两个团 留在山区 主力南下 打鹰山 再去骑水 但又遭到 张国焘等人的拒绝 曾中生 许继善 余都三等 红四军领导人 围绕着南下的战略问题 与张国焘 展开了激烈争论 迫使张国焘 再时放弃了 自己的主张 张国焘虽然同意了 红军主力南下的行动方针 但是到了7月上旬 又在商城召开会议 提出红四军 要援助中央苏区的反围角 必须威胁 或者攻占敌人的大城市 因此红军 需要攻占鹰山 出前山太湖 禁逼安庆 威胁南京 并且限期一个月内完成 红四军的领导人 当然不同意 这个军事战略 又与张国焘 在会议内外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张国焘虽然推行 王明左庆中央的进攻路线 但是相当困难 原因是遭到了 一线红军指战员的坚决抵制 这就成了张国焘的一块心病 他开始考虑 要如何的扫清 政治障碍 建立和巩固 他和中央分局 在厄与碗苏区党内统治的问题 红四军在其后的军事行动上 与张国焘 左进军事战略的斗争 仍在不断的扩大 当年八月中旬 红四军攻下鹰山之后 鉴于长江涨水 五穴附近 进城泽国的现实 将东进战略改为南下 这更加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 他撤销了曾中生 红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 由陈长浩接任 对于红四军行动方针的战略分歧 双方都不断地向中央拿出报告 陈述理由 但是王明所在的党中央 当然是偏袒自己派出的代表 反而给坚持南下正确方针的 红四军领导人 罗列了罪名 比如说立三路线的反复 企图蒙蔽中央是严重的反党错误 还给厄与碗分局连连发来了指示信 强调必须坚决地进行诉反 倾诉红军中的改赌派 张国焘当然熟知 党中央一再强调诉反的前后背景 这和1929年10月下旬起 苏俄共产党在党内进行大规模诉反运动 有着很大的关系 共产国际支委会也一再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 称国民党改祖派 是妨碍工农运动向前发展的主要危险 必须立刻开展最坚决的 尽可能群众化的运动 去破坏改祖派的任何影响 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实质 共产国际支委会还做出了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强调中共应当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祖派 指向第三党 从未带过苏区的王明 在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断言 在苏维埃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 都曾发现改祖派 AB团 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 特别是中央苏区的 富田事变发生之后 中共中央在肃清AB团 改祖派和第三党的方针上 发出了一系列更为左倾的号召 强调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 要对反革命的改祖派 第三党进行最坚决的 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 王明中央秉承了共产国际的旨意 从上海频频的给厄与兰苏区 发来了肃反的指令 这与张国焘要建立个人权威 个人统治的动机 适时的结合在了一起 于是一场遍及 厄与兰苏区的巨大灾难开始了 晚西麻布的建合场 设有厄与兰红军的后方总医院 医院除了为了受伤的红军官员治疗 还收治了上百名 在鹰山战斗中被俘的 敌人岳维俊第34师的部下 在伤势治疗痊愈之后 有几十人留下来参加了红军 这些人在红军待不到半个月 就面对吃糙米 喝西粥燕野菜的清古生活 感到受不了 凑在一起就满腹牢骚 大发怨言 一个叫做梦守仙的 原来国军的连赋 暗地里串通了几个思想反动的俘虏 鼓动他们 在红军伤员的犯态里投毒 毒死伤员之后 再夺取武器 打回34师去 也算是立功归队 几个俘虏就偷到了药柜里的披霜 其中一个俘虏 到食堂去投毒的时候 被发掘抓住 这个时候 厄宇板苏区 已经层层设立了专门的肃反机构 原来特区政府 政治保卫局 升格为政治保卫总局 中央分局委任了周春全 为总局长 配备了300多名工作人员 其中有一个连武器精良 保卫总局在名义上 属于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 但是中央分局规定 苏维埃政府 对政治保卫局 只能问他的政策 而不能管理他的一切 他由中央分局 直接节制 保卫总局 享有生杀语夺的特权 是专职的速反机构 投毒的俘虏 压到了政治保卫总局 由审讯科长戴继英 主持审讯 受到吊打的俘虏 敖情不过 就供出了孟守仙 来不及逃走的孟守仙 也被抓了起来 也受到了刑讯 这个自知必死的反动军官 突然想起了 总医院药库的私药员 陈桂兰 就招供说 披霜是药房的女人给的 私药员陈桂兰 是红四军第十师 主力团28团团长 潘依佛的妻子 当天下午 陈桂兰就被抓到了 保卫总局 受到审讯 审讯人员 将他反绑双臂吊起 先用竹边抽打 他的衣衫 被抽成了丝丝的布条 又用滚烫的铜油 浇到了他的背上 陈桂兰惊恐至极 大叫 别浇别掉我交代 接着就绝望的招供 他说 我和依佛 是改祖派派来的 戴继营听到以后 大为震惊 又逼问说 是谁派来的 陈桂兰说出了 李荣贵三个字 李荣贵也不是一般人 他是阿玉碗 军委参谋主任 郑师级干部 这个三世出头的 反戏汉子 并不是意志薄弱的懦弱者 但是 在政治保卫局 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下 那种求死不得的痛苦 最终压垮了他 竟然驱打成招 供认说 改祖派有一个军事委员会 许继慎 周伟炯 高建岛等九人为委员 许继慎为主席 密封把红军 控制到长江边 在九月十五日举行叛变 投向国民党 周春全 将李荣贵的口供 报告给了张国焘 张国焘虽然为之震惊 但他内心也清楚得很 像许继慎这样的人 是不可能 彻底投靠国民党的 但他也意识到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 于是他命令周春全 严密的控制 李荣贵的口供范围 同时要监护好 这个重要的火口 侯军后方 总医院的投毒案发生后七八天 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 击中而来 国民党特务头子 时任中央军校 政治部主人的曾阔晴 利用他与许继慎 是黄武军校 第一期同学的关系 经过蒋介石的特别允许 写了一封 精心编写的劝详信 指派特务人员 中美桥 任连杰 潜到英山县城 特意对战岗的 红军战士说 他们是许师长的顾交 从汉口专门来的 转交 曾阔晴主任 写给许师长的信 这两个特务 被带到许继慎面前 许继慎 看了曾阔晴的亲笔信后 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下令将其逮捕 然后将信交给了 施政委 彭永俊 彭永俊看了信以后 肯定的说 这是敌人布设的离间计 许继慎点头说 你说对了 曾阔晴这样的人 什么事情搞不出来 彭永俊 看着许继慎就问道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许继慎没有过多的思索 语气很硬的说 立刻把他们 压解到军部去 由军部处理 两名特务 和曾阔晴的策反信 被送到军部之后 曾中生 徐向前 主持了审讯 然后派警卫排 将这两个人 压解到 中共厄与晚分局 曾中生 还亲自给张国焘 写了一封信 列举了 许继慎的一贯表现 明确的写着 继慎 决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这是曾阔晴 玩弄的毒辣阴谋 企图离间 和破坏我们 这件事情 发生于实质 一般人都能看出来 这是国民党 情报机关 故意玩出的阴谋诡计 但是却让张国焘 如获至宝 张国焘 对这个事情 考虑得很周密 他为了慎重起见 让周春全 曾中生 陈正浩等人都在场 由他亲自主持 对中美桥 任连结的审讯 这两个特务 被押进审讯室 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正中间的 威风凛凛的张国焘 在周春全的贺文之下 这两个特务就承认了 这次遣来苏区 是奉曾过情之命 运动 许基慎倒戈的 并且一再分辨说 曾主人派我们前来 只是要送这封信 想了解一下 许基慎的意象 没有别的什么任务 张国焘 突然下令 对这两个特务 用刑 那么中美桥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迅速就编造了一个谎言 他说许基慎他们本来就是改组派的人 曾过情派他们就是为了联络他 要他把部队带到长江边后 立即举行暴动 打起青天白日旗 回归到国军 包括张国焘在内 在场的红军人员 一个个都是非常的震惊 张国焘就继续追问 说除了许基慎 还有什么人 中美桥就把谎言继续编下去 说还有11师的周市长 还有12师的萧副市长 张国焘紧接着问 那么这些改组派到底谁是领袖 中美桥就说 许基慎是第一领袖 周围炯是第二 萧副市长是第三 那么你们有什么准备 中美桥就说 起事之后 国军有一艘兵舰 开到长江口 等候接应 张国焘又问 蒋介石给许基慎取了什么愿 这时候任连杰就抢了回答 说蒋主席说了 事成之后将投诚的部队编为第十四军 委任许基慎为军长 周围炯为副军长 并且奖赏大洋30万 张国焘听到这里 让周春全继续审问 把案情审清楚 然后他就离开了审讯室 第二天上午 中共厄远分局的紧急会议 在新级军委会 张国焘居所外的小厅里召开 与会者有张国焘 沈泽民 陈昌浩 王平璋 周春全 郭树深 以及在新级的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会委员 张国焘的讲话 一下子就把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张国焘说 同志们 目前我们的局势非常危急 苏外政权和红军中隐藏着大量的改祖派和第三党 不久前在后方的总议院出现了投渡案 签出李荣贵 审出了由徐吉慎组成的改祖派军委会 密谋9月15日 将部队拖到五穴进行暴动 投降蒋介石 昨天保卫总局又审去了两个特务 他们也供出曾霍晴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 写信给徐吉慎 要他们9月15日在五穴暴动的事实 这些改祖派的反动分子 徐吉慎是首领 叛变企图去蒙已久 难怪他们在金明河会议上 借口援助中央苏区的反围角 带着部队南下 企图截断长江 达到断送红军的目的 福田事变的教训必须吸取 肃清改祖派第三党 在党和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 已经成为厄与晚的当务之急 张宝涛又接着说 确凿的事实已经证明了 许吉慎 周微久 消防等人 早就是隐藏在党内的改祖派 早就暗中投降了蒋介石 他们目的就是理应外合 颠覆苏区和红军 张宝涛一讲完 陈长浩紧接着发言 他说 我同意张主席的判断 红四军内部的确存在着一个极大的 以改祖派为核心的反革命组织 首领就是许吉慎 他们在吉明河会议上 立主南向 是为了把部队带出去 四级暴动 投降前的时 我们应该以决断的手段 勇敢地扑灭改祖派的罪恶阴谋 陈长浩讲完 沈泽民正要接上讲话 张国焘又说 许吉慎 周微炯他们在五穴暴动不成 又密谋采取第二个计划 到麻布暴动 可是曾中生 徐向前他们还蒙在鼓里 没有丝毫的察觉 这真是太糟糕了 鉴于曾中生的种种问题 他已经不能再做红四军的政治委员了 因此必须派一个同志 接替他的职务 迅速破坏改祖派的军事暴动 与会的人员 纷纷以各种方式 表示了同意的意见 张沃涛就对陈长浩说 你到了麻布之后 相机逮捕 许吉慎和周微炯 一定要防止部队的异动 掌握好部队 分局这就下达四军北返的命令 周安分局的紧急会议一结束 张沃涛就签发了红四军 火速从喜马泛战场退出 撤到晚西麻布进行整顿的命令 最后的两句措辞极为严厉 接此命令后火速撤出战斗 不能有片刻的停留 飞马传信 紧急命令送到前线的红四军军部 曾中生看到之后 就将信传给了徐向前 徐向前匆匆看完之后 将惊讶和焦虑的目光 投到曾中生的身上 问他怎么办 曾中生看了看在旁边 立等回音的交通员 竭力的控制了自己的情绪 然后就对交通员说 回告分局和军委会 四军服从命令 明天敷晓全时北撤 这日的红四军 正在喜马泛与学院全部的 四十一师激战 其中由取机慎指挥的第十师 已经围歼了丁志盘的两个团 正在小青山对残敌进行扫荡 第十一师和十二师 也于达成庙 叶家花屋猛攻守敌 已经将敌人围住 曾中生徐向前 执行了中央分局的命令 严令各部退出战场 第十一师和十二师 只能忍痛撤围 将敌人一个整团 和另外三个团的残部 轻易地逃脱了被奸的命运 红军官兵们眼看着 要被全奸的敌人 从眼皮的底下逃脱 都是非常的愤怒和不解 9月1日 红四军各师 向鹰山的鸡鸣河进发 当晚在镇上诉营 9月2日上午十时 陈长浩率领一个连 赶到麻布 红四军军部 军部设在一个地主的院子里 陈长浩带着十余人往里闯 被军部警卫营长挡住 双方争吵的声音 惊动了礼物的 曾中生和徐向前 两个人出来查看 曾中生喝退了警卫营长 上前与陈长浩 陈长浩将一份文件递给了曾中生 说 这是中央分局的命令 还有分局全体常委签署的指示信 曾中生看完这两份文件 如遭雷击 面部肌肉引抽出 脸色陡然间涨红了 以至于拿文件的手 在微微的抖动 徐向前 从曾中生的手中 接过文件 仔细一瞧 只见一行字赫然在目 下面写着 曾中生同志调来中央分局另有任用 红四军政治委员一职 由陈长浩同志接任 希望道之时起 既行移交 不得有误 那么曾中生呢 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心绪 变得非常平静 对陈长浩说 我服从分局的决定 马上进行移交 当天下午 已经成为红四军政治委员的陈长浩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率领军部政治保卫处的一个牌 赶到了十师二十八团的团部 黄昏时分 红十师二十八团团长潘一佛 与副团长丁超 参谋陈新山等人 正在庭院里说话 陈长浩率人进来 神色冷峻的抱着他们 不带潘一佛发问 就说你们被捕了 潘团长当时大惊 就问道为什么逮捕我们 何必招谋作样 你们是一伙反动的改组派分子 潘一佛等人 都是跳起来反问 驳斥 保卫处的战士一用而上 不管他们的抗争 用绳子捆绑 只五六分钟 以潘团长为首的十余人 都被逮捕 当天晚上 在红四军军部 政治保卫处的情绪室 从二十八团 抓来的这些改组派分子们 受到了审讯 潘一佛被捆住双臂 吊在梁上 身上伤痕累累 但是他还仍然是 怒声的呵斥着 总医院的投毒案 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根本不相信 我老婆会与敌人有勾结 你们这是无中生有 栽赃诬陷 坐在旁边板凳上的陈长浩 用手指着潘一佛 说你老婆都招认了 你还想抵赖 潘一佛高声怒喊 我不相信 一定是你们是用刑罚逼的 陈长浩就对刑刑人员一招手 说他不老实 就狠狠地打 打了一会儿 陈长浩又逼问潘一佛 说你以前在唐生志手下干过 说唐生志派你来干什么 潘一佛当时就回骂说 老子就是忍受不了 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欺压 才来投靠红军的 为革命 老子把命都豁出去了 你们还说着说道 竟然说老子与敌人有勾结 你们简直是瞎了眼睛 陈长浩一看潘一佛还不认罪 就命令刑事人员继续用刑 9月5号 陈长浩又率人赶到 西线回市的第12师 在班珠元逮捕了 第35团团长王明 第36团团长魏孟贤 等20多名英团干嘛 其罪名是 这些人都是改组派的成员 随着在新级的中央分局9月8号 发出的厄月版中央分局第11号通告 宣布动员红四军中一切革命的官兵参加诉反 那么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全军 在新任军政治委员陈长浩的指挥下 在余子殿 逮捕了红十二师师长兼晚熙军分会主席许吉慎 师政务部主任熊寿轩 第11师师长周维炯等30多人 全部是营以上的负责干部 在逮捕了这些改组派的大小头领之后 两个师的联谊上干部集中开会 陈长浩在会议上讲 同志们 中央分局发现我们苏区出现了大批的改组派 第三党 他们与敌人勾结 有组织的阴谋暴动 颠覆租外政权 像28团的潘一佛 就是这样一个改组派 他授意在红军总议院的妻子 给国民党俘虏提供毒药 企图毒死红军伤员 在夺取枪支武装暴乱 还有许吉慎周维炯等人 更是暗地里与敌人勾结 阴谋将红军拖到长江边 搞武装暴动 公开扯出青天白日旗 我们要巩固苏区 巩固红军 就要用决然的手段 肃清这些混进部队里的改组派 第三党 对他们绝不能心思手软 在心急的张国焘 接到陈长浩已经将许吉慎 周维炯抓获 并且牢固地掌握了部队的电报报告以后 大为欣喜 对沈泽民说 将两个守卧分子抓起来就好办 下一步的大肃反可以全面展开了 沈泽民也说 昌浩还是能干的 抓了许吉慎而没有出乱子 我早就察觉到许在晚西的名气很大 连老人小孩都知道他 听说这自古就流传着 金麻布 银毒山 苏家布是金轮殿 许吉慎野心很大 他有在晚西称王的架势 张国焘也表示赞同 他说是这样的 曾中生他们这次违背分局的命令 南下齐春黄梅 还向分局发出挨迪美顿书 完全是许吉慎在里面起了主要作用 现在好了 秦贼先亲王 张国焘与沈泽民的对话 反映了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心态 在他们眼中 许吉慎是在阿谀晚 推行中央进攻路线的最大障碍 这个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优等生 共产党员 在1930年3月 受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派遣 来到鄂与湾苏区领导武装斗争 以卓越的军事才干 攒落头角 将各县的地方红军 组建为第一军 由他担任军长 1931年5月 中央分局成立 他改任晚西军分会主席 兼红四军第十二次市长 他对于红四军的战略行动方针 战术指挥 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与张国焘 针锋相对的金铭河会议上 更是如此 金铭河会议我们反复提到 那是在红四军被迫从 喜马泛撤出战斗 使得国军一个整团和三个团的残部 逃脱了全间的命运 当时部队撤到金铭河 军部就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 干部们纷纷指责张国焘 空喊进取安庆 威胁南京的错误指挥 断送了全间国军 四十一师的阳机 许其身的发言最为尖锐 他说 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角 应该以占领敌人要害区域 打击敌人主力的两者兵重 还要真正的固守自己的阵地 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与没有任何把握 而发出命令去占领大城市 空喊威胁南京的口号 是毫不相同的 离开这种必由之路 而用左的名词来代替 这一脚踏实地的任务 不但是空想 而且会使革命力量受到惨败 那么也正是许吉慎 在他的发言最后提出 军部决定服从中央分局的命令 继续北反 但不能接受分局的无端指责 我们应该写一封信给分局 申明我们的观点 还要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中央 那么正是在许吉慎的倡议下 会议产生了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 在文中写道 只以一个月为限 命令不符合于 现在编制一个诗的红军 去威胁南京 这恐怕 基于共产党之狂妄的夸大 我们真不懂 则限一个月务必占领安庆 与立三路线则限两个星期 务必占领武汉的命令 有什么分别 这份申明书 送到新级张国焘的手上 张国焘看完之后 据说把申明书摔在地上 吼叫了一声 反了 在紧接着的几天时间里 张国焘叫指使人 将红四军机民和会议的情况 了解得一清二楚 他与陈彰浩 沈泽民得出了共同的结论 就是许迪慎是四军中反对中央分局的首尔人物 那么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 机民和会议 红四军最高领导人 当时是曾中生 那张国焘为什么先选择了许迪慎 而没有选择曾中生来下手呢 当时在厄远根据地 红军高层指挥员里面 毕业于黄埔的一共有四位 许迪慎 许向前 蔡神熙 和曾中生 曾中生是四期 其他三位都是黄埔一期 那么论起同窗之谊 曾过情和许向前 许迪慎 还有蔡神熙 都有同窗之谊 那为什么曾过情 选择了许迪慎 来送那样一封信呢 那么这些 和许迪慎 他人生轨迹的复杂性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下一集呢 我也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为什么许迪慎 成为张国焘 沈泽民 陈彰浩 他们进行肃反的突破口